就查到有這樣的造型 前面三個 然後這個 算是第四個 是加上了行為的行 所以我們這個 前面的前 你可以再把它加一個造型 把它寫在上面 就是行為的行 中間 再加上順角的舉 加上這個反 這樣也是前面的前 前面的前語 有好幾個 你可能沒有看過的 那右邊這個指從舟 是經文以後 確定的用法 它代表了傳在前進 那我曾經聽過 說為什麼要 以傳在前進而當作前進 因為你 你不用走路 傳帶你前進 所以它是藉著傳前進 來代表你這個人 前進 無論我們坐高鐵 坐火車 坐巴士 自己開車 或者是騎摩車 無論你怎麼樣 你就是人 在上面 然後這些代步的工具 幫你走路 那就是他前進了 所以你也到了目的地 不是這樣嗎 所以他是藉著傳前進 反正意思是這樣 藉著傳前進 所以才前進 然後就是 老師覺得比較有 共通的文字學專家 在講一個重點 就是傳前進了 陳當然會前進 因為他的意義是 你沒有前進 你在船上面 是船幫你前進 這樣意思 那麼 他有時候會加上一個耳朵 所以應該是一個盤子 可以有手提的耳朵 然後 這裡面就提到 我的甲骨文老師 許敬雄 許敬雄老師 九月十四號 就要回 加拿大了 據他的說法 因為他已經八十一八九 他身邊又很差 這裡 這裡痛哪裡痛的 他說我可能就老死在加拿大 不會再回到台灣 說起來好悲傷 所以我們還是決定 九月三號 再跟他吃一吃飯 跟他這個建築 永遠的決別 那他是說 這個說法 就是他說的 他說 商代呢 可能 在上那個宗祠 或者是廳堂 或者是廟堂 或者是廟堂 或朝堂之前 你要在屋外 先洗腳 洗著腳才讓你進去 為什麼你知道嗎 那 古代的人 可能並不是大家都穿鞋子的 他可能光腳 不要說古代 連我 我是現代人 我在鄉下小學 三年級以前 還是小學二年級以前 我沒有寫著 我是走路去上學 而且 除了第一天 我的阿母 交代了我的大姐 她六年級 我入學 牽著我去學校之後 第二天 我開始自己去學校 半個小時之外的路 前她走半個小時 那我管她的 反正我跟著學生走 除了一堆學生 我就跟著他們走 也不會迷路 後來更厲害 是還會走進路 這樣 變成 從很小 我就開始 學習 自己去學校 但是 比較 痛苦的是 大太陽的時候 我總是要這樣散 因為沒有穿鞋子 散著那些 很燙很燙的石頭 要踩在沙子 或踩在草 我才能夠過去 所以我才會告訴你說 我當時沒有鞋子 否則我怎麼會有 這麼痛苦的記憶 我是散著沙子 不要踩到水口 所以我推測 五人可能沒有鞋子 那下雨天呢 下雨天 那下雨天 一樣啊 我也是 我腳要踩在水裡面 所以我很喜歡玩水 就是 踩在那個 水凹進去的那個 這個 算是凹陷的地方 我就踩了 所以我們推測 許敬祥老師說 這些要到廟 要到廳 要到上朝 跟王見面的時候 他可能在屋外 就設了一個洗腳的地方 有工女 或者是有庸人 仆人拿了一些水盆 也就是要上宗祠的這些大 大的人物啊 比方說家族的祖長啊 對不對 或嫡長孫啊 這些人要上去 之前洗個腳 才上去 為什麼 因為他要跟祖先 跟鬼神 致敬 行李 那腳若不乾淨的話 覺得這是 這是不對的 表示沒有禮貌 這樣 所以他才設計的這個字 是做什麼之前 在什麼什麼之前 我們要做洗腳的動作 這個很有意思吧 這個跟 船的前進的想法不一樣 那我很認懂 因為 畢竟找到這幾個甲果 那表明說 上代的社會 次有這個事情 所以 我覺得很棒 跟各位分享 所以甲果老師就寫 另外一個說法 上一腳 在一個盤中 洗笛 表示上面躺前要洗腳 有這樣的一個洗手 不必要 OK 老師就把他講完了 然後反義是退了 然後呢 到這個 算是歷書之後 上面的腳 漸漸變成兩點一合 其實他是腳 他沒有變 他只是 在除簡的時候 就寫得比較簡化 你看這個文化 然後這一個腳 這個腳 我 伊文可能你才不知道 但是我有講過 我有跟伊文 你來的時候 有介紹過 腳 這個字吧 有吧 我說他是 這個 十子 然後呢 再到 無名子 中子 十子 大母子 大母子 在小鎮的時候 然後呢 練空心之後 他把他講化 從大母子裂縫 一直到中間 一直到小指頭裂過來 這有講過嗎 然後 然後漸漸的在小鎮的時候 他 然後腳後跟呢 長了一根刺 那漸漸 他的大母子沒有通到裂縫過去 他就停止了 有沒有 然後 你看他現在 除卷是這樣下來 然後慢慢就變成了漢化 這樣看起來 就像前面的錢 現在的果子 上面有兩點 那兩點從哪裡來 就這樣慢慢慢慢變過來 這六個意思 這六個意思 所以這個你要明白 這老師 是因為 非常地 這個 了然於心的 才能夠這麼清楚的 縮解給你們的心 這個字 這個字的造型 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紙 紙就是腳 像是絕的 不要把它畫起來 這樣你們就不會把握 這樣 這樣你們就不會把握 時間到了 是不是 哇 這個操控時間 操控得這麼好 我還有四個字 不對 會有三個字 那錢的這個草術 是這樣子 一橫 然後一個兒子的字 繞過去的時候 再繞到左下角 這樣 再隨便 一橫 對不對 應該是一橫 沒錯吧 一橫 再一個兒子的字 那子子應該過去先好 然後再繞下來 繞下來代表了 日文的這個 那個 刀部 那是刀部 這個刀部 就是這個 但你也可以加點 如果你覺得說 老師這樣沒行 那個刀部不見了 那就加個點 也可以 因為 日本的那個 烏王 它就是從刀 草書的造型 就把它加在他們的拼音字裡面 就是我們說的拼甲 拼甲文哲系拉肝納 這個就從這裡去 那我們從後來是把這個頂給去掉 變成這樣 因為加那個點 他們說了 如果一直綿綿草的話 那加那個點還要再提度回來 他們不要 它就影響在操寫人的情緒 所以乾脆繞下 到下一個字 這樣比較快 這是這個錢的寫法 一個橫 上面連到橫 再寫個兒子的字 然後再繞到左下角 這是錢的寫法 為什麼 很簡單 這一起你就會嗎 不會 學錢 我好像都自然會 不曉得為什麼 不會 跟我們當代人真的沒有再寫 書法要關係 我算沒想的時候就會 好